说起双胞胎这个词 您的第一反应是不是 又谁家有对可爱的双胞胎宝宝呀 但是汽车要是也有双胞胎 您信吗 在济南市的东宇大街与兰祥中路交叉口 前两天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对双胞胎 仔细看看 这一横一竖停放的两辆桑塔纳 是不是一模一样 人家物流公司公务用车 肯定得是统一颜色呀 你等我把话说完 这两辆车不光是长得像 车牌也一样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两辆车肯定一个理亏一个理鬼 有一个是套牌的 民警通过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 车辆查询系统排查对比 涉嫌套牌的车辆 在民警准备将两辆车 暂扣到交警支队停车场处理的时候 一位自称是原车车主的当事人刘某 来找交警 要求把车开走 通过车牌号查到这个车主电话 最后来了一个驾驶员 提供的驾驶证和行程证和前一辆的车是一致的 证明这辆车是没有问题 和这个车驾号也都合适过没有问题 这驾驶员刘某肯定知道情况 这面对交警 他就没说点啥吗 这个车跟他没关系 他不知道 这个刘某声称对这个事是一无所知 在充分取证后 民警允许他将把原车开走 并留下了刘某的联系方式 要求他在这个案件后续侦办过程中 积极配合交警部门办案 那有人来处理这辆套牌车了吗 现在还目前还没有来处理 有可能那一辆车是不一定是正常厂家 就是说买过来的 有可能他发票和这个车本身的车本 他不齐全 使用其他车辆号牌的这个处罚 是罚宽2000扣12分 号牌要收缴 车辆要暂扣 车辆要暂扣12分